早上金华义乌交警查获了一辆严重超载的学生接送车 一辆20座的中巴车硬生生的挤进去了84名学生 实在是太危险了 昨天早晨6点10分交警在检查中发现了一辆问题校车 因为车内人数太多车门都无法打开 从窗外看车里面站满了学生 随后交警引导司机把车开进了后宅交警中队 准备让车上的孩子下车分批送往学校 但就在下车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就在这个小女孩的脚被夹住的时候 其他的孩子照样在下车 记者没有看到老师 只看到司机就在驾驶座的位置 喊了他一声他才反应过来 还好小女孩的脚只是不小心陷进了车门的缝隙里面 没有大碍 这个姓沈的司机说 这辆校车属于与义乌相邻的浦江县的一所学校 早上他开车来义乌接孩子到浦江上学 下午再把孩子送回义乌 之所以载这么多的人 就是想图个方便少跑几趟 这84个孩子当中年纪较小的还在读幼儿园 年纪稍微大的读小学 交警队这辆车的简单以后发现 除了超载 这辆校车还有很多安全问题 交警让司机联系学校安排其他校车把这84名学生分批带走 随后交警部门依据相关的法规 对驾驶员进行了处罚 同时还将联系浦江的教育部门 对这种校车严重超载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